中共中纪委在17号下午宣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潘一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中国大陆媒体报道,潘一阳的腐败问题可能和矿产有关 潘一阳也是继原内蒙古统战部部长王素毅之后 落马的第二名内蒙古省部级的官员 我们一起来看看详细报道 潘一阳是第五位落马的18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此前,四川省委员副书记李春成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 广东省委员常委万庆良 山西省委员常委陈川平等四人已相继被查 而就在潘一阳落马的前一周,9月10号 内蒙古金融投资集团党委书记王振坤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吴文元 于同一天被宣布调查 潘一阳曾在江西任省委常委并兼任赣州市委书记7年 期间,他立足稀土资源重组 2010年后,潘一阳调任到中国另一大稀土主矿区内蒙古 分管财政金融等领域 2014年,当地调整官员的工作分工后 他负责综合经营管理、对外开放等方面 大陆媒体报道,潘一阳的落马和矿产资源领域的腐败有关 早在去年9月,中共第四巡视组就指出 内蒙古在矿产资源配置、工程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同一时间,中共第八巡视组针对江西点名 有些地方在矿产资源保护、开发、管理工作中存在漏洞 据了解,江西干南的稀土矿 以轻中重含量齐全而闻名 是中国有色金属基地之一 有稀土王国之称 而内蒙古已建成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稀土产业基地 从稀土、选矿、野电、分离、科研、身家工到应用 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自前,海外媒体曾流传 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的刘云山家族 在内蒙古掌控了大量矿产资源的所有权 包括煤矿、木矿等 刘云山从小在内蒙古图摩特幼期长大 1968年从吉宁师范毕业后 长期在内蒙古任职 一直到1993年才离开内蒙古进京 2010年10月16号 刘云山曾提词 祝贺内蒙古赤乐川文化研究会成立 该研究会由原内蒙古自治区常委 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截牌 王素毅今年7月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2011年 刘云山主管的中宣部 还把内蒙古扒演中尔市的军地理论宣讲工作 列入所谓的十大理论宣讲先进集体之一 2004年6月底 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访问南非 期间他强调 双方在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 据官方数据显示 2004年南非向中国出口的商品 多为矿产品或其制品 此外 据海外媒体曝光 原内蒙古党委书记楚波的儿子楚慧斌 通过倒买倒卖内蒙古的矿产资源谋取暴利 在中纪委介入调查后 楚慧斌将内蒙古厄尔多斯的价值几亿的一个煤矿 送给了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调查的事就此平息 由于中共官方的过度挖掘 造成内蒙古草原快速退化 有数据显示 早在2006年 全区荒漠化的土地已达总土地面积的60% 沙化面积也达总土地面积的40% 当地牧民对当局这种断子孙禄的方式极其愤慨 他们在上访无效后 有人甚至用身体挡住那些开采车或运煤车 结果有多人被活活碾死